其實這幾年 也不是最近 這幾年其實我們看到 影響台灣新聞自由的環境 除了原來的政治跟所謂的經濟的因素之外 另外一個來自所謂的國外的因素 所謂的中國的因素 這個因素我可能給他稍微先講一下 對於現在這幾年來 其實我們在很多運動裡面都看到 這個問題被整個大幅度的突顯出來 也請大家非常大的重視 它是一個假象嗎 它是一個木銀畫嗎 我就想今天也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因為這幾年來的一些地方 我個人也參加了一些 然後也非常關注這個問題 對台灣的一些影響 今天不要深刻希望說主任應該是我 主要是因為稍微介紹一下 兩位等一下我們都都有遺憾人 我們其實在最近的主貿的問題 我們在福茂的太陽花血液運動裡面 我們看到整個兩岸交流標簽訂這個協議 這個福茂協議跟後來的資金區 跟自由貿易經濟示範區 我們這些問題裡面都可能有所謂的資訊的因素 像各位可能在最近這一步 你們有參與過一些這些運動 或了解過這些議題 有參與過太陽花血液的經濟獸 他們真的都有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 廷拉老師在這方面貢獻非常的穩大 我們需要說 因為我們在台灣新聞自由的運動 跟科學過程裡面 以前以往是沒有看過資訊安全 資訊幫您的教授贊助來的 最近這幾年我們看到 歐巴凱大學的林中南老師 這次福茂也看到 教大講座教授的林大老師 這是我們資訊界的資訊教授和專家 把他們主教從他們實驗室裡面 電腦室裡面走出來 告訴我們他們 如果用他們的專業來照林大老師的話 我們如何來捍衛這台武器 捍衛這台武器的自由多餘的環境 另外我們今天還有一位 特別是其實也是我邀請的 這一條作師我應該來主持 因為美觀中希望幫忙邀請幾位老師 所以我特別邀請 因為我們其實在做這個活動的前幾個月 其實從前幾個月前我們就開始思考 他到底要講什麼題目 這個部分的題目大概兩個多月前 就確認了 那時候我就想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香港部分 香港跟台灣實在反覆貌 我們有一次看到大家擔心 就是今日的香港是明日的台灣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更多學習 更多了解香港的經驗 香港的經驗這部分 在台灣很多深圳專家 真正兩邊都了解的很少 成功大學的梁川老師是其少數之一 所以我們常常看 也常常看他非常關注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 在很多的運動現場 他都來現場 然後也很巧 我們這個題目訂了 時間訂了之後 剛剛發現梁老師 這次香港的七一大遊行 他也去了香港 然後今天早上他在北拉教育 廣告一場的聯想 講香港的公民運動的問題 我相信他中國台灣跟香港一樣的觀察 他一定會有一樣非常精彩的討論 今天這個議題除了中國因素以外 另外我其實在我們看到大家的講評裡 我們還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干預 就是我們想看看說 我們雖然大家講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但是我認為這太悲觀了 我們應該講今日的台灣 應該是可能明日的中國 所以台灣因素是什麼 台灣因素有沒有影響 其實我們也因為剛好時機 我們看到香港的七一大遊行 其實在之前五月份的時候 澳門也舉算了一個大遊行 澳門總統只有幾萬人口而已 他有兩萬人 不好意思幾十萬人口而已 他有兩萬人走上街頭 他有兩萬人走上街頭 然後大家很難想像 澳門也有這麼猛火的公民運動的出現 那這個等一下我會稍微介紹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 那麼這些台港澳的這些運動 這些公民運動在這一兩年之間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 那這些因素到底是不是有台灣因素在其中 所以我其實也覺得說 我們不能小看自己 台灣整個發射出來的 對於自由民主珍惜的這樣的一個力量 跟大家的行動 我覺得這個是目前我們觀察到 非常可貴的一個因素 所以講這個是今天的這個主題裡面 我們想在前韓信和自由經常是很悲觀 覺得不管是政治理也好 經濟也好 中國的因素也好 我現在對於新聞自由的影響都是 結構性的都是很龐大的 那我們在其中的奮鬥 反正常常只是狗廢火車 但是其實不然堅持下去 我們相信會有所改變 所以今天大概是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我自己這邊先做一點開場 所以我本來這個歷史也是排第二個 我剛剛跟主題人講說 我是不是可以排第一格 我想說先把這個因素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概念最近談了很多 我們在傳播學術記裡在談這個問題 大家會有些不同的概念 覺得你為什麼要這樣用 所以我想說趁這個機會 稍微做點整理 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們本來談中國因素 但今天的場合理 我們是覺得他對於新聞資訊 這些影響太重要了 那如何重要呢 我們舉個小例子分享一下 就讓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現在不管是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我們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環境 受到蠻多的中國的影響 那我們私機看這個例子 就是香港這個大遊行 我們比較一下台灣的特報的標題 這是中國時報7月2號的標題 看這個頭版 這個頭版是看了之後 大家不知道從看頭版而已 當然香港這個遊行 它有報在非常後面 所以但是你看頭版是沒有看到什麼 我們看看各報它的重點 我們不是說它完全沒有報 我們是說各報在頭版的重點方式 聯合報呢 這是聯合報的上半版 你看到了一個大標記對不對 你看到那樣大標片 然後你只看上半版的話 你會不知道那樣照片 到底是在講什麼 好像在講房地產 唯一的問題嗎 原來它的標題在下面 就是看全版 它的標題在下半版 港站中為特首辦公室 港站中為特首辦公室 其實這個標題不是很準確 這麼多人也不是在圍特首辦公室 這次運動也不是站中運動 好 這次運動比較標準 比較正確的 是大紀元時報的 港人有張街頭爭民主 它也不完全 這個標題都是選擇性的 他說他爭民主 所以他不是 這次不是在站中 現在站中還有真的在實踐 他們現在在想說那什麼叫 什麼叫做傳中 好 這次呢 這次只有時報 只有時報你看一個這個頭版 然後無心萬訪人上街 這個氣勢讓你覺得 哇 這個顯然氣勢量大 事情大搞了 它《蘋果日報》呢 《蘋果日報》就被嗨了 所以呢 可能都沒有東西 有時候商局可能上網站 他找不到東西 所以蘋果說他轉播遊行都被嗨了 事實上當然在平面媒體這邊 但是那個一支的照片 《蘋果日報》呢 它不是做一個版 它是做了四個版 那天有一張特探 四個版 然後呢 你可以看《蘋果日報》的這個寫法 一定是由《時報》跟《雄漢》 也是《暮潮》 對不對 是寫《暮潮》說的 《古時萬人上街真民主》 好 這個是 就是台灣的幾個報紙 這個頭版的表現 那我就想說 那香港的報紙是怎麼報呢 當然在台灣的幾個報紙裡 其實你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就是它的重點跟它的標籍方的事物一樣的 那這些後面是什麼因素呢 也可能都是有這個所謂的中國因素在 那香港那樣就更明顯了 好 這是剛剛講的四大報的一個比較 好 香港的報告 這是香港一個非常特別的報告 《東方日報》 《東方日報》說五十萬人遊行 他也沒說什麼事 就很奇怪 就是遊行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五十一萬人 不過因為這個字小的 這個可能大家有點模糊 看不太清楚了 那他這個大標題下面說 大標題上面在寫文句日曬雨林 下面是在說人潮人 人數 因為我們都說五十一萬人 那這是香港的這個名譜版說五十一萬人 但是等一下我們那個梁老師他有在現場 他可以幫我們補充一下到底多少人 他說警方說只有不到十萬人 然後香港大學做了一個民調 我們說十七點二萬人 大概四支字頭版的這個標題 然後香港的《蘋果日報》 跟怒槽兩個字就沒有了 它寫五十一萬人在做零三奇蹟 零三是二零三年 二零三年香港為了反對那個 他們那個就是二三條 二三條的時候也是五十萬人只放街頭 所以再放零三年奇蹟 但是五十一萬人到底上來蓋什麼 也在字頭版裡面看清楚 也不太清楚 像《蘋果日報》但它的這個習慣性 就是標題做得很節省 《信報》 《信報》 這個原來是一個直報 財經報 但現在大家也跟我們說 它的這個所有權結構裡面 這個有終於這個因素在其中 好 那他說七一代遊行稱古學 我們終於看到他們其實在香港也是稱古學 是稱古學 然後他這邊也在講無數 譬如說明華說是明正 有說五十一萬人 香港大人比較是十七點二萬人 這個他們都在講這個人數 然後我們看一下 當然這次有一個悲劇 就是《明報》 香港的《明報》有一個新聞自由的悲劇 修改前修改後 修改前是 這個《明報》的修改前就是 本來應該是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應該是說 征服選大遊行 人數是十年新高 大概差不多跟前面也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沒想到 在《明報》有印下去之後 香港的《明報》有一個短視的考量 然後他標題改了 所以第二點看到的標題其實變成這個 數百欲演戰衆 錦連台人清場 所以就只剩下欲演戰衆 數百欲演戰衆那件事情 那個所謂的大遊行的事情 就變成小小一個標題在這個地方 然後《明報》這個工作人員就出來抗議 就是憑什麼一個董事可以半夜跑去改標題 那這個董事就說 因為呢 大遊行雖然也發生了 不過呢 有些人去戰衆 那錦連台人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你的大遊行之後 所以這個事情比較新 所以我這個應該做得不掉 所以我是照新聞的實現性來辦的 那是這樣嗎 好 Anyway 就是這個修改之後呢 就是那個所謂的修改成大遊行這件事情的 這個重要性在明顯降低 那我們看一下文匯報大家想 大家好在裡面想一下 香港這個文匯報 文匯報在香港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它就是已經是中國的侯舌報了 這個侯舌報會怎麼報的不是遊行呢 那可以先想一下 我們再看 好 這文匯報呢 香港這個遊行也不見了 翻訪明示這個叫做中聯辦 對不對 他說中央支持依法補選決心 不應溝通遊行改動 你怎麼遊行都不重要 反正中央就是已經有這個 這個依法補選的決心 這是我會吧 台灣的東西看起來 是還沒有這樣的標準逐漸 從香港的中國因素是 看起來是非常清楚的對不對 熱報的這個情況很清楚 這幾年台灣的中國因素 到底是一個假象 是一個污名化 還是它是一個事實呢 其實這個因素會出來 會吵得越來越沸沸揚揚 但是起立2008年的時候 台商蔡宇進來買以天價買的山東集團 然後拼喊雜誌在2009年 就登了這個文帳號 他說蔡宇報告國台辦主任說 我們買的東西 然後這個有一個對話 這個拼喊雜誌的對話是說 那個這個這個這個 汪宇那邊說呢 我們都有依照上面的指示 好好報告主任的煩惱 那當時國台辦主任就說呢 其他如果有需要的話 國台辦一定可權力制約 好那所以後來就發生了這個 後來這個所謂的汪宇病官的這個大遊行 那汪汪宇就說到底是誰比較大 誰比較可怕 因為這些整個案子的報導 英國日報報的也很多 那甚至他們統計出來認為 蘋果報了400則 中始報了92則 所以誰才比較大 誰才比較可怕呢 這個他就認識 好這是2012年到2013年的 這個這個中國因素 對台灣的這樣的影響 這個大遊行 那到了2013年到2014年 當然就是福報 福報被認為是所謂的喪權入國 所以要求整體臺炭 那很多人認為說 這是一個木馬圖城機 是中國會有人員 他的服務等格會請來台灣 那對台灣影響很大 也是這一次這個裡面 我們談到空虛安全的問題 那2014年最近我們看到 伊傳美整個網站被害 網站被害就是整個黑掉 那蘋果也有一個這樣說 他們一屈服 好 那麼中國因素這四個字 我就查了一下 這四個字在台灣到底是 就是這幾年來的變化是什麼 其實我們也很明顯看到 從這次三個報紙 自由時報就過收了聯合報 那這個三個報紙 從2006年到2014年 你可以看到都是在2012年的時候 大體增加 所以很明顯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其實它是在板光中運動的時候 還是大體增加的 所以你非常清楚 自由時報當然他很努力在板光中 所以報道特別多 然後你看到這個灰色條線 最低的你可以想盡 就是中國時報 它報非常地少 也只有幾折而已 這是三個月內 這個比例只是三個月內的報導 所以已經抽樣三個月 來比較對報的這個數量 那聯合報其實也是很少的 也是很少的 不過即使很少 都還是比以前多一點 所以兩經一二年是一個關鍵名 兩經一二年是關鍵名 所以中央體育員的盧建理教授 他就說他在兩經一二年出了一本書 叫做《第三種中國想像》 在這本書裡面他就說 中國政府侵蝕民主的作用和機制 這個叫做什麼中國因素 詳細一點講的話 就是說中國政府用它龐大的財政能力 給予某些台商特殊的優位 不是特別的招聚 然後他們就可以成為了中央代名人 或運用中資或是輕鬆台商 或是其他各樣的報導組織 在台灣進行各種企業的整備 它影響了政府的決策 媒體的輿論跟政治的秩序 它其實影響的不是只有言論自由 它其實影響了整個是一個政治秩序跟政策 然後在2012年年底的時候 12月5號 他在民國就幫我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2012年是中國因素原典 中國因素原典 它其實中國因素這個名詞 很早就開始使用了 不是只有2012年開始使用 但2012年確實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大幅增加的一年 因為我自己也參與了反眉聯盟斷運動 就我們看到說反眉聯盟斷運動 是第一次在運動的過程裡面 而且是公民運動 不是任何政黨的運動 在公民運動裡面 把所謂的中國的黑手 這個標語整個非常拿出來 以及全世界 包括全台灣全世界 去以這個 大家都把這個標語拿出來 就是反中國黑手 反聯盟斷 維護台灣的這個自由環境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 2012年是一個很壯的連性 那這個2012年除了我們剛剛講 反眉聯盟斷運動之外 2012年同時是大選年 大選年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這個 吳建宁講說 他這個中國藝術他特別是持 所謂的中國的這個 他的財政能力被台灣的影響 那其實這個透過的是這些各種的這種商人 那2012年的時候我們看到 他就指出來說 台商能大量反國停久而共識 好 那麼剛才講的是 這是反眉統斷運動 據中國載次 拿出來是正式拿出來變成是一個口號 好 那麼2012年的時候也發生了這個 這個旺中市所謂的財商進來半包的問題 半媒體的問題 那其實其他的媒體呢 像3D這種認為是綠的媒體 但其實他也出現了內部的人士的變動 所以新同學寫了一篇文章 說中共對付財美用填滿就可以了 所以一樣是一個所謂的財政的因素 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相關的理論 這個不是在台灣發生而已 這是全世界都在發生 所以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學者 叫一個Yelkeres Yelkeres在2011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分析中國這個經濟跟政治的雙元邏輯 這種政治、經濟雙元邏輯 他把它定義成 就是說這種章門的結果是這種 它同時是經濟 但經濟同時是政治 但是他把這個叫做事從主義 這事從主義的意思是 兩個群體地位對等 那麼較高的地位 經濟地位的 他會提供各種特權 給地位教育者 教育者會提供政治服務 或是其他的服務 這個關係的價值是沒有什麼客觀評量的 他們會覺得很結合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說 這樣的一個事從主義 他到底發揮的這個方式 是各種可能都有的 好 那麼這個 台灣的這個 這個 教育大學的戴雨薇老師 他最近就一直在研究 就是中國扣貨的各種不同的商人 各種不同的商人的方式 然後在中國的國內跟國外 還有其他國家 他們進行這種 就是市從資本家的這種工作 他分析有三種 這是他的同意點 他有三種類型 一種叫中國官僚的資本 就是中國本身的這些國營企業的資本 另外一個叫做中國私營資本家 在中國跟中國有一個良好的 在中國經營的私營資本家 第三種是在中國之外 但是他具有海外國籍的 他不是中國本身的 但是他只有海外 就是海外的市從資本家 他把海外的市從資本家 中國就是直接就是 因為中國本身 他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黨政挂帥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有要這樣分析這樣 我們要講說 這個中國因素在台灣 目前他也有各種不同的討論 文物上認為說 我們要叫中國因素 我們叫中共民主要好 因為中國其實包含了各種不同的 我們也不是叫跟中國為一個 中國還包含中國人民 很多跟我們一樣 要爭取自由 爭取民主的中國人民 所以應該叫中共因素 然後有些認為說 這個不是一個麥卡西主義 這給他這個戴污名化的帽子 但是這個是一個污名化的帽子嗎 我們像剛剛討論的這些 在新聞自由 在言論自由這個實際的環境裡面 我們看到的一些實際的表現裡面 這個因素已經很明顯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更要談 就是剛剛前面講過的說 我們不只是談所謂的中國因素 我們其實更應該是談戴台灣因素 如果中國因素我們覺得是一個 控制自由民主的因素的話 人類社會如果還是希望爭取自由民主的話 那就應該有這個因素 這個因素其實是在台灣因素裡面的表現 好 那麼我們先談一下 就是說簡單講一下 中國因素在台灣照片的這個影響 我們稍微分類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的例子大家也很熟悉 我就不想詳細講的一定浪費時間 我們現在要簡單講就是說 反正講2008年 2008年這個不況中美媒被收購之後 收購之後我們就出現了一些 所謂的這種赤入的現象 新聞赤入 因為新聞被賣掉了 被賣掉了去吹捧中國大陸的這種發展 多麼的好 那麼這些看起來像新聞其實根本是廣告 那其實都是這個花錢買賣的這個廣告 然後這個是2010年 一直到2012年的時候 那麼還發生這樣的 還是同樣繼續發生 就是這個福建省長來台灣的時候 那這個新聞基本上也認為是一個赤入新聞 那麼這個在中國在台灣罵新聞這樣的一個現象 或台灣報紙或台灣的媒體罵新聞這個現象 他其實是有被有被就真的有被處罰了 在2100年跟2100年都被處罰了 都被處罰了 那麼可是呢 台灣的媒體這種整個就是說 你剛剛看到的說新聞是有新聞被賣的 對不對 媒體被賣掉了 那麼其實這種這種立場開始變化 這個表格不是很清楚 不過簡單想像就是說 這是一個最近我做了一個對於新疆的這個事件 新疆很多很多衝突事件 有一些我大家認他實在太恐怖了 就是攻擊平民 但是基本上是很少 大概就是今年初的時候 今年初的時候 發生在昆明的事件 去年的時候在天安寧的 發生天安寧騎骨車衝撞的平民 可是其他大部分是在事件上發生的 而且都是攻擊這個警察 大部分是襲警事件 那襲警事件基本上 我們一般是不叫他叫恐怖事件的 因為恐怖主義事件基本上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定義 第一個定義就是說 它是個大規模的 造成大規模的這種傷害 好像是在恐怖嘛 第二個呢 它是真的對象是平民 不是他要報復的這個 比方說政治、政府官員 或是這個情報 因為政府官員的情報就是 等於是民間也是一個抗暴的行動的時候 不叫他叫恐怖主義 不叫他叫恐怖攻擊 所以這個元素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元素就是說它是有政治的目的的 它不是一個個人的報復 你要說你來猜我壓地 對不對 那我就來猜政府 不是它不是一個報復 不是你這個侵犯的財產 你貪責對不對 對我這樣就是這個傷害 那我是報復 我去報仇 對不對 這是個人的這個目的 那政治目的的話 是它有其他的這個正選目的 所以它其實有三種 或是說它是一種 剛剛講說像這個911事件 那台灣的媒體怎麼報導 我們叫了十個報復 你會發現說中國大陸人民日報 跟中國大陸的南方都市報 跟香港的文匯報 這三個報復它那個立場 就是完全是那個中國官方的立場 所以它這個完全是官方的立場 那越向這邊是官方立場 越過來是民間的立場 那我們會發現這個在台灣 這個香港的民間 香港有兩個文匯報 一個香港的民間 民間的立場 它就是比較偏向民間 比較偏向民間 像台灣我們做四個報復 一個是中國時報 一個是聯合報 一個是像台灣的民國日報 一個是台灣的自由時報 台灣的民國日報 自由時報 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比較偏民間的 那可是像台灣的這個中國時報 跟台灣的聯合報 其實上你會看見 它其實跟中國官方的立場 是比較接近的 是很接近的 那另外我們講的是 《紐約時報》跟《威報》 這兩個報復 基本上你就看到都比較偏民間 所以這是一個偏官方 還是偏民間的一個立場的一個分布表 你就會看到 中國一直在台灣 跟台灣這個運作的這個情況 我們已經出現了 從一一直到了這個三點多 就是這個立場都有 這個立場都有 好 所以對台灣來講 我們看到媒體的這個出現的現象裡面 那麼這個如果是在《光宗案》裡面 《黃諾商》聽出來的 是說媒體是聯合承諾 不報告反送案的問題 聯合承諾 然後在這次《福報》裡面 最後你說 政府提供在電視上的立場 這個只有《紐約時報》做了這個標題 這個你看到我們剛剛看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看前面這個的時候 是講媒體聯合承諾 你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對於政府或政策的影響 就是我們如果還記得 剛剛目前對於中國維持的影響的分析 他除了對於媒體的影響 他其實也包含對於政府政策的影響 好 可以簡單說一下的話 就是說這個音質在台灣 我們對於媒體來講 他可能是收買 收買了媒體之後所有權力改變 就會成為投資我們的媒體 那對於其他的媒體的利益有 就利益有 那這個希望因為你基於他的市場 開始你就競盛 不要報導他不好的事情 這個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對於這些還是要出言反對的這些媒體就懲罰 或是這個就是一個害客入侵 好 那麼最近這個 其實這個事情不只是對媒體 你同樣的對於個人也可以 就像今天我們看到那個黃國昌 講說那個 這個又有一個某個媒體 我們開始攻擊他 那對於這個社會的異生 那種不同的聲明 就有不同的發言 那我給他那個楊教授 我可以告訴我們說 在香港 這個部分的處罰呢 我們大家如果記憶有心的話 應該大家很記得 就是民報的總編集 剛剛那個民報 被那個標題改掉 然後那個民報 他的前任總編集 他那個總編集被換掉 就已經是一個 就已經是據說是認為 認為是因為他報道了 這個中國高官 這個有貪腐的問題 那這個這個問題呢 是這個國際的一個 這個調查記者的一個聯合組織 這個組織報道 這個組織從事了一個 跨國性的這個調查 香港民報的聲明 所以香港民報的報導 結果總編集被換了 這個價格有進去 就關下來之後呢 結果沒想到他在 後來過次的 來信長居然被卡 好 那麼這個 剛才講說定義的媒體的生態 所以他不支持對媒體 實際上被任何惡言 可能是如此 然後這個 他會影響整個商業 跟廣告環境 所以對媒體來講 其實不只是整個媒體的編載環境 他的廣告商業環境 也是一樣會影響 然後以及這個 剛剛也講 那麼政府、政策 那麼這個也是同樣 透過這些所謂的 這個市場和利益的手段 好 那麼 之前我們就不細講了 那麼台灣因素的必要跟實踐 好 那麼 那麼台灣因素 因素很重要 為什麼呢 如果台灣人不把民主自由 這是光誠光誠講的 台灣如果不把自由民主送到大陸 大陸就會把無財政事送到台灣 這其實是一個雙方絞定的一個過程 雙方絞定的過程 最近我們才發現 才有一個案子經過一次絞定 稍稍稍的指控了一點點 就是那個文化庫要辦 每一年會辦台有電視節 然後就是讓台灣這些媒體 他們的一些商品的這些節目 可以在台有電視節裡面 跟各國的所謂的電視台 傳播公司做貿易教育這樣的一個商展 一個商展的一台這樣子 所以去年的時候 這個新唐人電視台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我需要這樣看一下 新唐人電視台 那他長期就是揭發出夢的一些貪戶壁端 跟破壞人權 那新唐人電視台又纏不纏 在去年的時候 那小小的一家 很多人在電視上 你大概從來不會看到 在電視上看過新唐人電視台的舉手 在電視上面 很少 在哪一區 在南部 南部是不是 電視台上的電視台很少 你看你們那麼多人就沒開過 所以他電視上上架很少 因為大家都不讓他上架 甚至像一件事之前 一件事前想要上架 大家都不讓他要被菜園買 在中間好不讓他上架 他最後就不讓菜園沒辦法 林士林也沒有辦法 就只好把蘋果期盼要賣 這個要賣 然後花來掀起的整個反光中運動 這個Bingo運動 所以剛才講說 其實新唐人電視台天有參展 結果沒想到在展出的前一兩天 中國大陸要來電視界 有100多家媒體 奇異體都不來了 全部都不來了 這樣子 為什麼全部的媒體 100多家媒體 中國這麼大陸 看那麼一個小小的新唐人電視台 非常奇怪對不對 全部都不來了 然後當然我們號稱是一個國際的電影節 但是其實其中非常大部分是中國的 你可以看到的100多家是多嘛對不對 好今年呢 當去年後來這個董事長就被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台灣就是自由民主多元 我們就是專業的標準 我們不會有其他標準的 結果沒想到今年台北電視節 要收這些參加的這個申請的時候 就開始設定了很多標準 那這個標準的第一套就是說 這個有限電視的求達率要60%以上 我們剛剛講的新唐人有60% 當然沒有啊 所以你不能參加的 對不對 但是呢 還好他參展的那個項目 不是只有電視的 他還有一個傳播公司 那新唐人也不是只有電視 他有一個傳播公司 因為大部分的電視台 都有設個傳播公司 製作這些節目 這樣 所以傳播公司可以參展 但是呢 他又另外設立一個這個標準 叫做他要審查 他審查標準審不清楚 這樣子 所以呢 就照著大家一個憂鬱的說 台北電視節目 就想要封殺掉 新唐人電視台呢 所以呢 我就開始寫文章 對不對 請大家注意 請文化 不要屈服於中共這樣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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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風殺 如果他這個這個意義的話 那我們自由跟那個 跟蘋果跟跟莫草跟新唐人 都有繼續的報告了好幾天 那昨天我們看到 經常看到新聞 對那個這個 這個單元是節目曲的新唐人 錄了一下參展 欸我們覺得 會幹嘛那麼辛苦啊 因為小好的電視台 但是新唐人說一台 他做到幾個節目 是得到國際性的大獎的 他雖然電視台小 但小就代表不好 對不對 而且非常非常多元的聲音 他得了幾個電視台 國際大獎 也有幾個非常有名的節目 那 這個參展本來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搞定參展 我教練前 我去有這個展規不就好了嗎 搞得大家還要去花很多力氣去擔心 你看到這個 這個 雖然我覺得很辛苦 不過至少就說 這個剛剛講說 這個自由民主的這個爭取 就是大家現在就是變成是我們無時無刻 必須有在我們以我們專業來維護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楊建宏說要保護臺灣 要支持中國的民主自由運動 楊建宏是他在中央訪問電臺做起工 訪問了四千多個中國的營運運動 黃河昌說臺灣公園的努力 應該會被中國的社群證的影響 是不是真的呢 王丹說 他太陽化的公園運動 已經影響到澳了 已經影響到澳 事實上也是如此 或少登過 臺灣輸出的那個技術 這些都影響很大 好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就是我們的太陽化技術的輸出 然後這是澳門的家比較少看到 比較少看到 就剛剛前面想過 5月25號的時候 澳門呢 因為澳門的特首要保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就是保障他們自己的利益就對了 然後那個連線被延長 然後這就拿到什麼多少錢等等 好 那這個澳門人 你看這麼多人出來幫你 你們覺得澳門早就已經是 這個 他一定不是一國兩制了 基本上你好像比較一國兩制 不過這樣有很多澳門的同胞站出來 澳門是你們生意的 然後讓他們就 這個成功了 這四年都成功了 這是法案水回的 好 這是他們這個代為的型號 好 這個 那王丹講說 他說其實在澳門 是誰帶你這個公民運動 這個也是帶你公民運動的 這個領導者的心意叫西加浩 所以澳門是台大政治性的學生 當時在台灣讀書的時候 也參加過王丹 在 大家知道王丹是新華大學嗎 然後新華大學這一次也是我們 我們這次運動的領導者 所在的這個培養基地 好 那麼這是新年紀時代 新年紀時代的這個影響力 台灣這個太陽花運動 裡面的這個 一雙一個i-fi 就感覺到就可以 就可以有個播相學世界 這是當天晚上進入一場 台大新聞所有的同學 那麼結果我直接用英文 把那個公民新聞 PO上了CNN的網站 PO上CNN的網站 我們從此以後還要換 所以從當天晚上 它也變成是一個 國際聯繫又在報的一個運動 好 那麼就是 好 這台灣公民運動 其實對於 剛才講說 它這幾年來 那我們其實比較清楚可以標示的 就是從12年這個 韓國中運動裡面 那麼這個是一個非政黨的 非政黨的公民發起的運動裡面 當時是認為是22年最大 那也不過才1萬人而已 我們現在比照這一次的話 就實在是覺得很小規模了 但是2020年的設施 所謂當時是非政黨的運動 是20年來最大 當然大家記憶有情去年 我們就看到了這個萬年 宋仲秋的50萬人對不對 然後今年當然就 我們要講說 其實它不是只有台灣運動 也不是只有香港 也不是只有澳門 它是個全世界性的 因為大家如果記憶有情的話 你可以看到2011年的時候 2011年的時候 那其實包括 其實應該從2008年開始 反黨對EU開始 不然就再早一點 在2001年的時候 美國反在華爾街的那個 就是反這些金融 這個華爾街運動 在華爾街的那些遊行裡面 反這些所謂的這些金融界的這些 金融界吞噬要這些權利的問題 那在美國來講 就是說它不是只有在華爾街發生而已 不是只有在納約 它在第一季 在美國各大城市都發生 這是在美國的這個金融維繫的 所以它的佔領運動 就是佔領各個地方 它其實在各個地方都發生 他們的口號是 We are the 99% 我們是那個99% 所以我們人民要把那個權力拿回來 在美國各個城市 東西各個城市 主要是跟馬州發生的這個戰利運動 然後這個當然大家更清楚 是阿拉伯之村 從兩千年英年開始 從忠明西亞開始 從忠明西亞 然後接著到了利比亞 到了埃及到利比亞 其實後來整個中中國家 非常多的國家 這麼多國家 你看這麼多國家 他們都受到影響 這個在中國也有 中國的新公民運動也有 不過當然很悲哀了 中國的新公民運動最近才起來 當然他的環境是非常惡劣的 他們只要求什麼呢 只要求公務官員的財產而已 結果你看他們就這幾個人而已 他們沒有下門 澳門也有這麼趁大 澳門的場面也很盛大了 對不對 更不要說香港跟台灣 可是就是這樣的場面 就被認為是什麼 聚眾、勞亂、公共秩序 他不是只是被認為 他就被抓起來了 所以中國的新公民運動主要的領導人 徐志勇 在今年一位都被抓了 他被判 就因為這樣 拿了個補條 跟幾個人站 又被判了四年 判了四年 他的罪名就是剛才講 亂公共秩序 你省得判了四年 當然不只是他被抓 還好歇息他也被抓了 更多的公民記者在監獄裡面 最近這兩年 最近又有一位公民記者 他被抓叫唐經玲 然後他的開刊就寫說 如果我們這些兩性漫都有這個話 我們每個人都在建議你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有良知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最後講說 我們那些人都要我們自己決定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個佔領的運動是全世界都在發生的 而且他都有同樣的主題 在台港澳洲 我們看到當然是不只是所謂新自由主義 這種所謂的這種全球的這種大財團的 到處的這種所謂的跨國的這種佔購 不只是這樣而已 在台灣 我們剛剛講說台港澳面對 是中共的霸權輸出 看到了台港澳的反抗股面 他同時也是一個 他也是家家的經濟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 他是個經濟跟正式雙元的一個權力 民主的方式 但是在我們剛剛看到講說 在這些運動裡面 全世界這些運動裡面 他同樣都在要求自由 同樣都在要求民主 同樣都在要求平等、正義 而且同樣的是他的人民 大量開始關注公共議題 在這個同時我們看到新媒體 連結傳統媒體 然後連結傳統媒體 整個媒體效率擴大 然後在這個擴大的過程中 官方情況就開始鎮壓 這個鎮壓流血的這個衝突的傾向 又被大幅地破掉網站上去 或到媒體上面去 然後就激發了更大的公民力量 跟社群動員 所以這是目前整個全世界的一個趨勢 那這個趨勢裡面 我們當然希望看到的是一個 新民主的內排的成型 這個新民主的運動是超越傳統的政黨 超越傳統的代議民主 他是一個參與式的民主 但目前大家還有很多的 還在抗爭之中 他需要更深化 所以這是一個 剛才講說這是我們從中國因素看到的 其實不是中國因素而已 他其實是全球的一個反抗那種 新自由主義的這種霸權的方式 這個勞雨天光 大家繼續努力 那我跟有一句話 這句話是翁山書記講的 他說 Be free Please use your liberty to promote ours 用你們的自由來幫助我們 沒有自由的人 我想我們用我們的自由去幫助 其他沒有自由的人 這是我們今天小報告跟自由的結論 謝謝大家